先简要看一下 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印章 都是贤章 乾隆是破坏中国古代书画最严重的一位皇帝 他看到好多都给你扣上章 有些他特别喜欢的 甚至能扣上数十枚印章 先看这个 这个是乾隆珍藏在三西堂的 王羲之的快雪石晴帖 你看看 好的书法本该留白吧 但是这一章 愣是被乾隆扣上了几十个章 但是这个可不算是过分的 您再看这个 这个是王羲之的中秋帖 人家王羲之一共才写了三十多个字 结果被乾隆顺手就给盖了八十多个帐 您觉得他这是厌过留生啊 还是抱殲天物啊 这位就是乾隆皇帝的画像 其实大清皇帝长得都不咋地 说白了都挺丑的 但是过去给皇帝画像的宫廷画师们 也就是大内画家 那也是一个危险的活 你把皇帝画丑了 轻则矮板子 重则小命不保 所以说作为宫廷画师 这活也不好干 乾隆自诩为千古一帝 十全老人 而且还学他爷爷举办过千首宴 千首宴大概就是一千多个老头子 打冬天一起吃火锅 可不是室内啊 室内没有那么大的地儿 而是在室外 其实千首宴啊 但是数量呢 不是绝对的一千个老头 意思是从全国各地 选拔了一批老头 分别代表各个地区呢 来京赋宴 大清的千首宴 一共举办过四次 其中康熙两次 乾隆两次 其实大清的基业啊 说白了就毁在乾隆的手里了 举办一次多人吃饭的大会 千首宴 耗资巨大 首先你得把这一千个老头 运送到京城来吧 其实呢 就是浩大喜功 奢靡浪费 意思是我关爱全国的老年人 关键是你如果真关爱 你发点银子 不比请吃饭抢 我的评价啊 乾隆不是一个好皇帝 其实他和大宋的灰亲二弟呢 差不多 灰亲二弟是著名的书画家 书法家 只可惜乾隆呢 还没有那个天赋 乾隆的字 我们多有得见 对吧 说实话啊 很一般 尽管乾隆没那天赋 但是乾隆 依旧是热衷不紧 看这些啊 这都是乾隆的印章 而这 还不是全部 这仅是一部分 您琢磨 一个皇帝 你想想 整天不误正事 整天琢磨这个 他能治理好国家吗 你看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那枚著名的古西天子印章 其实中国古代啊 物正事的皇帝真没几个 我们也都看过啊 慈禧太后和李莲英 还有一个太监的一张照片 慈禧扮演观世音大士 李莲英和另外一个太监扮演 善才童子 因此说啊 慈禧和乾隆都一样 一个德性 再看这个 太上皇帝和太上皇帝之宝 可这枚印章的时候的乾隆啊 应该是退居二线了 皇帝位应该是让给自己的儿子 爱心绝勒永远了 也就是嘉庆皇帝了 其实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皇帝啊 真正勤政的 真为老百姓着想的少 其实你要说啊 不管是宋徽宗 还是宋钦宗 还是乾隆 你说你专心去做个艺术家吧 别当皇帝了 他肯定不干 因此说他们皇帝这个职业干得不好 即便啊 他们所谓的热爱艺术 某种意义上 那也是假的 假热爱 说白了是什么呀 附庸风雅而已 他们的意思是 我这个皇帝和别的皇帝不一样 我有文化 OK就在这 我是非诚玛京老李 咱下期再见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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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